我当初写部落格 就是为了让很多新手妈妈 能够更轻松地陪伴孩子 那么我做副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应该可以让很多妈妈 能够更轻松地照顾孩子 今天如果你的品质不好 今天你的品质被人家唾弃的话 不管你的行销或广告砸多大 都一定有极限的 真空包装 急速冷却 这方面在各个的技术 我们都可以克服到是说 你拿到的食物能够保有所谓的营养跟安全 我不算是全职妈妈 我也不算是职业妈妈 我算是两者身份的融合体 因为孩子是我自己独立带的 事业也是我 我几乎是白天的时间 必须要陪伴孩子 然后所有的工作都是半夜在做 所以其实在于一天做十七八个小时以上 都是常见的事情 我很希望君君可以学习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事情 站在别人角度想事情并不是说 我要迎合对方 我要讨好对方 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事情 指的是说 不管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事情的时候 你就能够好好的知道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 那怎么样跟对方成为好朋友 那怎么样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方向 在不管任何事物的决策面都一样